中醫的原則是中醫的用法 花茶其實都是中醫的一種用法 我們平時可以用到一些很簡單的材料 一個治病、保健的方法 所有花茶的用法都要跟中醫的原則去用 中醫的原則其實是 一些平衡身體的機能 很怕冷的人士 就要用一些比較溫熱的花茶去平衡 反過來就是 葉底的人士 我們又要用一些寒涼的花茶 例如它本身屬於寒涼的 胃又不是那麼好的 所以就是喝那些寒涼的花茶 例如一些菊花或者金銀花 那些比較寒涼的茶 可能會令到它不舒服 可能會胃痛或者有點頭暈的感覺 真正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